崔永元炮轰范冰冰,并直言演技烂。这几位的恩怨何时了? 崔永元曝光范冰冰天价薪酬,并直言演技烂。这几位的恩怨何时了? 范冰冰的性格很讨喜,不做作,不扭捏,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材,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杨柳细腰,她也说过时常喝鲜利茶,再淘点宝就找得到,而看她那鲜鲜的细腰就是这样来的呀。 小元心里痒痒去世了一段时间小肚子小了下去,天价薪酬。 发布了这条微博之后,很多网友纷纷给崔永元点赞支持,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人善意提醒她,这样公开树敌的方式会对她很不利,但是仔细想想,崔永元公开树敌的人,可真不少啊。 而且大多数都是业界大老级人物。冯小刚,刘振云,徐帆的言论让人一言难尽。 早年间,手机一上映时,就有不少人发现,片中人物的经历,怎么和崔永元这么像? 最后主角还都是得了抑郁症,后来大家发现,这部电影的人物原型应该就是崔永元,并且这部电影让崔永元保守折磨。 现在看来,几人之间有恩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 现在,几人对于崔的抨击,均保持沉默态度,对于这件事,不知大家怎么看。 啊! 1